Web3的出現是未來十年至二十年 一個重要的經濟動物 絕對是未來一個很大的商機 遠遠就是人類文明之後 另一個數字文明的出現 AI 人工智能 我們是一個不能排除的科技 大家好 我是許建生的Sam 小朋友問我 什麼叫科技 我會說 未知的 才是無限可能 我會說 未來十年至二十年的經濟動物 Web3的出現是未來十年至二十年 一個重要的經濟動物 包括了區塊鏈、Blockchain BCI 包括了NFT 包括了5G、6G 包括了Animation、AI 包括了3D的Rendering 還有VR、MR、XR 其實是純粹不同科技的應用 擺在場景而發生的事件 我們現在積極投入這件事 可以幫助香港在這個趨勢下 我會說 行得比較順 就不需要像我們之前一樣 要後追的狀況 Web3是一個新的硬件產品的趨勢 硬件的需求 效能需求要提高 只要有一、兩個Killer App 出了市場 這個絕對是未來一個很大的商機 譬如電腦商會 我們自己本身 很多的會員都是做批發營實 在眼鏡方面 Nobox、Mobile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Gadget 譬如你所說的VR Gadget 或者是一些真的Wareable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可以透過電腦商會的平台 去示範這些東西 給更多的消費者知道 令消費者更加能夠接觸到新的市民 是否玩完了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 原意就是一個絕對是 人類文明之後 一個數字文明的出現 透過數字文明 去進入一個人類永續的階段 所以這件事 其實你講得很天荒野譚 但如果你是從一個科學角度來講 是有絕對的基礎 絕對有可行性的 另外AI這件事 人工智能絕對是現在最火的bus word 我們是一個不能去排除的科技 只能夠去嘗試去適應接受和應用他們 但如果我們可以在這個階段 做得更多頂層的思維 如何去更加安全地有效應用的話 我覺得未來科技發展 絕對是幫助人類的發展 很大的披抑 從最初在深水埗的價錢之外 就去到匯錢 匯錢都搞了差不多20年了 主要做銷售為主 早幾年我們開始介紹電競活動 所以我們同期有一個電競節 剛剛八月份一個 就是元宇宙的專區 也有一個數碼專輯的專區 未來我們都希望透過電腦節 這個平台、IT業界的持分者 都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去展示 也好去銷售也好 或者去速達到一些商業客戶也好 希望能夠充分利用這個平台的優勢 但最終的目標 都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兩個平台 或者我們其他平台 都是希望達到香港的產業 即是香港的產業 而可以加速到香港的經濟的復甦 這是我們最終希望能夠達到的目的 我要多謝大家 在一個圈子裡 大家都有個互信 我們這麼多年大家都看到我們做實事 他願意出來分享 無論是商會的工作也好 或者是一些學界 一些幫學生做一些mentorship也好 不是計較什麼回報 我想每個業界的朋友 大家每人下一步 其實就對整個業界是一大步 所以我都是付出自己的能力 或者少許時間去做其中一個推動的齒輪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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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們下次見